Life is all about creating stories 如果讓我再選擇參選 我都會去參加這個比賽 我本身讀新聞系出身 做過PR 現在是一間英資的律師樓 在做business development 參選Miss Global是一個很機緣巧合的機會 首先我覺得Miss Global和其他選美比賽很不同 接受的服務員的年齡是35歲 而且我本身小時候已經跳了很久 我是跳芭蕾舞 也有跳現代舞或其他不同的舞種 雖然我最後沒有做到專業舞蹈員 但我覺得跳舞和選美 都是一個人生的挑戰 也想透過選美去完成我登台的夢想 Miss Global是一個為期兩星期的比賽 當中主要會有泳衣的Catwalk Evening Gown的Catwalk 此外還有一個Tedent Show 所以我也找了我以前教的包雷舞的老師 幫我排了一隻現代舞 那你說最擔心的那件事 我想會是Catwalk 因為始終我不是一個專業的模特兒 不過我覺得我短時間都穿了很多 如果讓我再選擇 我會選擇參選 因為We only live once 如果整天都只是上班下班 我覺得整個Live會很悶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想將我這個經驗 分享給各位 無論是男也好女也好 我想將這件事 我學到的東西分享給所有人 還有有一件事我很相信的 就是如果你有堅定的信念 和你懂得舒緩壓力 你的Live裡面有很多挑戰 你都可以一天擊破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可以在參選這個過程中 重新去建立自己的自信 尤其是內在那一方面 以及讓自己更加了解資料 作為香港代表去參加 今次Miss Global這個比賽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對香港有認識 對這個出身地有 passion 還有今次我覺得 要抱著一個 humble的心態去參加 還有對所有人都要真誠 因為這件事 選不選美都好 都是很重要的